注意看,昆凌正穿着公主裙在节目中跳舞,长相稚嫩声音甜美,和女团其他成员一起录节目 完全想不到现在的天王嫂,以前还组过女团,当过模特,在服装店打过工 说到昆凌大家肯定不陌生,被贴上天王嫂标签的昆凌近期事业遍地开花 在周董的大力陪伴和扶持下,有了自己的影视作品,也接了不少高奢品牌代言 实际上,昆凌嫁给周杰伦确实实现了人生的大转折,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打工内 到如今的地位,这和昆凌一直以来的高情商离不开关系 昆凌之所以能够和周杰伦聊的投机,想必和两人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昆凌和周杰伦一样,都是单亲家庭出身 混血而昆凌凭借独特的长相成功加入女团,成为黑色混美媒当中的一员 昆凌因为家庭影响,所以很早就出来打工,中专毕业就没有再多数 后来为了生存还当了模特,去了周杰伦的潮牌店打工 也正是如此,17岁的昆凌当时对周杰伦相中NV女主角 由此之后,两人擦出爱情的火花 由于有之前周侯练的前车之鉴,周杰伦必然不会立马公开昆凌 而昆凌十分懂事乖巧的,默默隐忍了四年,甘愿当透明的女友 即使被拍到和周杰伦举止亲密,昆凌也笑着回答两人是朋友关系 对待周杰伦的母亲,昆凌更是事无巨细,让婆婆十分喜爱 最终在周杰伦35岁的时候给了昆凌一个盛大的婚礼 在古堡结婚,满足了昆凌的公主梦 昆凌也很争气,相继生下了一对儿女 近期也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充三胎的喜讯 昆凌曾经也说自己在21岁嫁给周杰伦 其实也是为了圆自己内心的家庭梦,希望能够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 昆凌说结婚以后周杰伦非常顾佳,完全就是一个户妻狂魔 自己也变坚强很多,为了孩子可以克服很多自己以前害怕的东西 昆凌产后没几天就积极试镜,争取工作机会 自己怀孕的前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还拍了打戏,可以说很拼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怀孕了还要拍这些打戏 我是拍完才知道 既不佳又独立,还如此温柔贤惠 怪不得能够获得周董的喜爱 也希望昆凌和周杰伦的宝宝能够顺利出生